你有没有幻想过在你的有生之年可以像科幻电影一样 开车不再仅仅是路面上的事情 每天上下班你的车就能飞起来把你送到目的地 小鹏汽车在他的汽车科技日上信心满满的说 最快2024年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可是以现在的汽车和飞行器的行业发展速度 真的能仅仅三年后就能做到量产吗 小鹏的豪言壮语究竟是对技术研发实力的自信 还是在给投资方看的噱头呢 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和大家好好聊聊 为什么这两年来有那么多的资本汇聚在飞行汽车这个赛道呢 在小鹏展示的概念视频里 他的飞行汽车可以实现汽车飞行器的双形态变换 飞行时长35分钟 最高飞行速度130公里每小时 看起来很是炫酷 但是这仅仅是个概念视频 目前小鹏能够对外展示的实体 是一款EVOTO飞行器 即电动垂直起降 形象的说就是大好能载人的大江 那他目前在地面上的移动靠什么呢 还只能靠几个人用手推 一笔一碗 的确还没有任何汽车的功能 因为小鹏本身入局飞行汽车所依靠的跳板 就是收购了专做飞行器的汇天公司 深度绑定了其创始人赵德利 和他的十余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赵德利此人呢也算是一位草根网红了 初中学历的他 依靠制作售卖航空模型起家 在网上看到加拿大有人 制造了一款小型的载人飞行器 之后受到了启发 也发明了能够短暂制空的飞行摩托 虽然产品还较为粗糙 但他四处寻找媒体兜售飞行梦想 也确实成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上了很多电视台的综艺节目 就是在这个期间 引起了何小鹏的收购兴趣 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研发和工业包装 形成了现在小鹏飞行汽车的技术基础 目前小鹏的eVoto也只是在试验阶段 由此可见 目前这个项目的技术底蕴还有待加强 汽车与飞行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 依靠螺旋桨垂直起降的eVoto飞行器 本身就比固定仪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克服重力 设计理念必然是越轻越好 小鹏现在的飞行器能够制空30分钟也是极限了 在这个框架下 还要加入整套的汽车配件 还要分别考虑陆地和空中的安全性解决方案 势必会做出极大的妥协 五年内能不能造出来都是要打很大问号的 但奇怪的是 目前对小鹏飞行汽车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 一方面业内专家普遍不看好 另一方面资本却普遍追捧 小鹏汇天依靠飞行汽车的概念 已经完成了5亿美元的A轮融资 大家都是聪明人 是什么造成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接下来会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背后的逻辑 当你着急上班 却又在路上躲得没脾气的时候 是不是巴不得自己的汽车能够飞起来呢 交通拥堵带来的不仅仅是心情的烦躁 统计表明 它每年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多达3000亿美元 所以飞行汽车这种直接拥堵特点的立体交通方案 市场需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摩根士丹利预测 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 全球飞行汽车市场将可能迅速的发展到1.5万亿美元的规模 因此 小鹏就凭借飞行汽车的概念就拿到了5亿投资 不仅如此 放眼全球的飞行汽车领域里 早已有上百家公司参与进来了 其中包括奥迪 丰田 空客 波音 吉利 腾讯 等等很多你熟知的公司 毕竟谁都希望强占先机 让特斯拉的故事在自己的身上重新上演 但有意思的是 特斯拉这次缺席了 马斯克已经公开的反对飞行汽车了 因为他觉得大量的汽车在自己的房子上面飞 既危险又充满噪音 马斯克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1917年 飞行汽车之父 扣地斯把三只长达12米长的机翼安装在汽车上开始 飞行汽车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 却还在市场外徘徊 因为确实还存在很多的难题 比如续航的问题 因为是飞天的交通工具 所以飞机的组件要多配备一些 发动机和其他关键配件都需要备份 保证坏了一个也能飞 必然会导致整体重量的增加 计划10分钟就到的路程 你至少得有制空半小时的余量 如果再用锂电池来作为动力源的话 是不是想想就有理常焦虑了呢 还有安全的问题 要知道现在的飞行器里 直升机是坠机率最高的 小小的无人机也能时不时的来个炸机 飞行汽车得多做多少措施 才能让大家相信它的安全性呢 马路杀手已经很吓人了 空中炸弹谁受得了呢 让汽车飞起来真的不难 但从起飞到商业化 中间还隔着好几代特斯拉呢 不过尽管困难重重 搁浅项目无数 飞行汽车企业们也是前夫后继 真金白银砸下去了不少 那如今最前沿的技术 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距离商业化到底还有多远呢 如今有上百家公司在研发飞行汽车 那么到底有没有造出实质的产品呢 实际上大多还停留在概念层面 比如奥迪和空客 合作了一款模块化的飞行汽车 汽车部分和飞行部分中间的乘客舱 可按使用时的场景随意组合拆分 极具创意 但据说由于对接机构难以攻克 此概念在奥迪内部已经搁浅 如果不提炫酷的概念 在技术上成功的飞行汽车 还真的是有的 吉利在2017年收购的 美国飞行汽车公司 Terra Fuji 就发布了有着汽车和飞机双形态的Transition 并且已经获得了美国FAA的试航证 它采用了固定翼设计 最大的优点就是续航里程可达640公里 但这种设计也导致了致命的问题 就是需要跑道才能起飞 而且驾驶员需要汽车飞机双驾照 这样的产品有几个人会用得上呢 能飞让飞就是没有人能够飞 所以目前被吉利搁置了 还有一款接近商业化的飞行汽车 是荷兰的Pel V 确实也是能飞能跑 但我可能得用拼接怪来形容它 汽车形态是个三轮车 飞机形态酷似直升机 但又不能垂直起降 需要跑道助跑 并且开回家的代价是400万 外加一本飞行驾照 很可惜 看来它也是解决不了我们的堵车烦恼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 已经很务实的不再纠结于飞机加汽车这一个概念了 而转向了城市空中出行的UAM方案 在此概念下 目前最热门的是能够垂直起降的螺旋翼架构的飞行器 其中最被看好的是美国的Joby公司 在技术上 Joby同马斯克的SpaceX一样 是与NASA合作研发的 其中五座六轴的Joby S4 不但能够用悬翼垂直起降 在起飞后还能轻转全翼 变成固定翼飞机 这使得它拥有超过200公里的续航 马斯克担心的噪音也控制在了65分贝 在商业上 2020年已经获得了美国军用的驶航证 民用领域也与Uber合作开拓了固定线路的飞行出租车业务 技术和商业上都步步为营 可谓行业里的三好学生 最后 中国也是有优秀的产品的 比如荷兰王子Peter Christie 是做体验过的E航216 就是一款国产巴旋翼 自动驾驶的载人飞行器 虽然续航时间只有15到40分钟 而且只能是在特定的区域使用 但重要的是 这款飞行器 2019年就已经可以售卖了 并产生了批量交付的订单 已经真正走在商业化道路上了 不可否认飞行汽车正在大家的视野之外 慢慢走进现实 只是何时会引爆市场 还没人知道 有人认为飞行汽车现在的发展历程 已经接近特斯拉发布Roast之时了 你觉得呢 最重要的是 但是这场场 Reverend 强行気u 接近特斯拉rum�ität 非常可不坚强的